俄乌冬季大战已在2024年的首场大雪中 持续展开 乌克兰无人机奔袭1500公里 突袭俄罗斯离海舰队 乌军再收复纽约镇实地 八枚滑翔炸弹摧毁俄军据点 战争研究所 朝鲜兵顶多能帮莫斯科多撑十天 朝鲜军队的四个致命弱点 伊朗发出对新当选川普总统绝杀令 川普获胜后 乌克兰接下来会怎样 精彩资讯即将呈现 大家好 聚焦战场动态 剖析地缘终端 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 我是远山 视频制作不易 请老朋友先给我们一个点赞 新朋友等看到最后再做决定 谢谢大家 乌克兰今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 俄乌双方的冬季大战 已在2024年的首场大雪中持续展开 俄罗斯侵略军试图称天气恶劣 无人机操作面临困难的机会 向乌克兰第71旅的阵地发起机械化进攻 他们以为无法起飞的乌克兰无人机 还是从空中及时发现了他们 经过一番激战 乌克兰71旅的勇士们团灭了进攻的俄军士兵 并摧毁了他们搭载的步兵战车 俄军BARS-20部队一名后方指挥官 向俄罗斯高层发出请求 我请求位在前线挨动的170名小伙子提供预寒衣物 他们快被冻死了 从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画面显示 库尔斯克多地已经下起了第一场选 寒冬领冽 俄乌战争将进入更加残酷的时刻 这也意味着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特别行动 已经经历了三个季节 从8月的夏末攻破俄军的防线开始 他们又从秋季战斗到了初冬 激进了多日的库尔斯克战场 近日传出了诸多消息 库尔斯克前线 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控制区展开机械化进攻 但效果不佳 没有取得值得一提的进展 在奥布霍夫卡东面 乌军第36海军陆战旅第501步兵营 使用标枪反坦克导弹 摧毁了俄军5辆BMP步兵战车 已将俄军推出了该战场 乌军的装甲部队还袭击了格洛斯克沃 东南的辛普德地区 而为了阻止乌军进攻 俄军甚至在该战线上 设置了大量龙牙装 并埋设了地雷 乌军第93突击旅 今日使用无连机袭击了 小洛克尼亚东北方向的俄军指挥部 俄军则使用龙卷风火箭炮 打击了乌军第82空突旅 在苏美边境的一支装甲机群 损失目前还不强 库尔斯克级温已降至零下三度 随着冬日之战开启 西方提供的重型装甲 目前也已抵达或正在抵达战场 其中包括瑞典援助的 PBV302履带装甲运兵车 加拿大援助的LAVACSC超级野牛装甲车 美国援助的400辆史翠克装甲车 法国援助的128辆VAB装甲车 德国援助的鲍1A5和鲍2A6主战坦克 黄鼠狼A3步兵战车等 这些重型装备无论在泥泞的地面 还是湿滑的雪地中都可以发起快速突击 截至目前 乌克兰仍控制着这块俄罗斯领土内的大片缓冲区 并且没有要撤退的迹象 俄军这边则将反击库尔斯科的行动 从之前制定的10月5日 研制到10月15日 后来更传出要推迟到明年2月 显而易见 乌军是要在这块俄罗斯土地上跨年过冬了 这也让外界不禁调侃 原来俄军所说的将乌军包饺子 原来真的只是包饺子吃 当然了 调侃归调侃 这其实也折射出乌军要在库尔斯科 准备冬季战争了 与之一同下雪的 还有哈尔科夫等地 前线的乌军已经更早地感知了季节的变化 他们在炮弹上写下类似的文字 当雪花降落 枪声响起 他们仍需要保卫脚下的土地 直到胜利 另一方面 西方也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援助 以帮助其渡过寒冬 RBC新闻报道 德国外交部长安纳莱娜 贝尔伯克近日抵达基辅 在访问期间 她承诺 柏林将提供额外的2亿欧元 这笔资金将为乌克兰民众提供 冬天的紧急救援 外界预计俄军将会在冬季加大对基础设施和能源系统的打击 泽林斯基总统感谢了德国的援助 乌克兰总统希尔斯基 已就库尔斯克特别军事行动 发布最新声明说 在三个月的库尔斯克行动中 俄军在该方向的损失 达2万零八百四十二人 其中7905人被消灭 12220人受伤 717人被俘 同一时期 共摧毁敌方武器和军事装备 一千零一件 希尔斯基强调 现在俄罗斯正在争取迫使乌克兰军队从这一地区后撤 敌人在那里集中了大约4.5万名军事人员 并且正在试图增加他们的数量 俄罗斯占领者希望夺取乌克兰北部苏美地区的更多领土 然而呢 乌克兰国防军采取了预防性措施 继续削减其领土上的敌人 大约两千名乌克兰军人 引起在库尔斯克行动中的英雄主义和成功行动而被授予国家奖章 泽连斯基近日会见了希尔斯基将军 总参谋长巴尔吉·列维奇和国防部长乌美罗夫 四人一起开了一个军事会议 希尔斯基报告说 目前在波克罗夫斯克、红军村、库拉霍夫、托列斯克和库皮杨斯克方向的战况最为激烈 在库尔斯克 无军继续追回俄罗斯阵地 西方向前线的武器装备支援有了重大改善 依然自援助计划下的交付量大幅增加 炮兵供应也出现了明显的改善 乌克兰在东部的反攻还在继续进行 反而是俄军的攻势这两天有所减弱 最新消息 乌军在收复纽约镇的部分失地 开源情报技术报道 当地时间11月4日前后 乌克兰著名的第12旅 仍在纽约镇附近活动 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突袭 根据最新的战役地图显示 12旅的特种部队 已推进到涅利皮肤卡的更多区域 正在和俄军交火 截至目前 乌军已收复了附近的几个阵地 并开始清理城市的街道 预计双方的争夺 还将更加白热化 不过这几天在该区域 明显是俄军的攻势放缓 乌军的反击加剧 早些时候 他们也在托列茨克和波克罗夫斯克 收复了大片失地 红军孙方向 在控制了塞利多沃镇之后 俄军将注意力转向了西部的西奥列克西夫卡 并取得了一些进展 11月5日前后 俄军更组织起 对西奥列克西夫卡的多轮进攻 乌克兰第35海军陆战旅投入战斗 没让俄军突破阵地 更重要的是 在击退俄军的同时 35旅还在新德米特里夫卡 发动了一次成功的突袭 用坦克摧毁了一块俄军聚焦地 但到目前为止 俄军向塞利多沃北部的进攻 全部以失败告终 乌克兰发布了在塞利多夫方向 被乌军击毁的俄军装甲纵队图片 谢维尔斯克方向 根据最新信息 乌军的局部反攻取得了不错的进展 顺便说一下 昨日在谢维尔斯克 又有一辆普京声称 最先进的坦克T-90M被摧毁 与此同时 在南部的赫尔松一带 俄军的反攻却在加大 但收效甚微 乌军第73旅 在赫尔松地涅薄荷沿岸 用无人机打掉了俄军一个弹药库 并用海马斯火箭系统 对俄军集结地进行了覆盖 总体来看 过去一天里 尽管双方频繁地交火 但战线几乎没有变化 这种战场态势 对于防守一方的乌克兰军队来说 较为有利 而随着美国大选尘埃落定 俄军疯狂进攻的战略目标之一 已经实现 因此 未来一段日子 俄军很可能会进入调整阶段 以备再战 乌军也会利用这段时间 训练并列装预备队 储存疾痒 加固阵地 战场的烈度相对会小一些 过去两个月的战事总结起来就是 俄军用极高的伤亡和装备损失 换取了顿涅茨克南部的一些地盘 这种模式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目前 俄罗斯人更像是在打政治仗 让即将选出的新的美国总统认为 继续支持乌克兰是不明智的 乌冬战场上 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依然是库拉祸祸 不过 从乌总参 以及俄国防部发布的战报来看 乌冬的战斗频率虽高 规模应该不大 而在俄罗斯国防部今日的战报中 也没有新控制区声明 11月5日 当川普以压倒性多数赢得美国总统大选 即将重返白宫之际 邪恶轴心已经开始蠢蠢欲动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在Telegram账户 第一时间发布了一段新视频 誓言要干掉美国总统川普 视频最后显示了受伤的川普 并配文我们将完成任务 你们别忘了 2020年将卡西姆·苏莱曼尼将军 送去见真主的是谁 不管是川普还是内坦亚胡 都有能力把你们的最高领袖 送去见真主 看来必须阻止这些恐怖分子 否则世界永无宁日 俄罗斯军方则向他发表了喊话 川普先生请命令泽连斯基 立即放下武器 接受俄罗斯的胜利 但很可能俄罗斯人最终会发现 他们所相信的这种情况 不会发生 就等着被现实猛然叫醒吧 他们需要明白的一点是 大选已经落幕 拜登这下反而无所顾忌了 豁出去了 到明年1月20日 川普正式就任之前 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这期间可以做很多事 欧盟也将逐渐适应 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学会独立支撑乌克兰 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11月6日 俄罗斯克里姆林公发言人 佩斯科夫表示 俄方不相信川普声称的 一个月内结束战争 并补充说 美国是参与战争的不友善国家 普丁并未欢迎川普 美俄两国关系处于历史低点 不知发表这样的声明 背后是个什么意思 当然我们欢迎川普先生 按照他的承诺 在24小时内解决战争 但同时也希望他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这一点非常重要 至于一些乌粉认为的 乌克兰会因川普上台失去援助 最终战败 我们认为大可不必过分担心 因为北约和欧盟早已未雨筹谋 成立了北约援乌和培训协调中心 即十多个原污能力联盟 不会出现美国停止军援乌军 就弹尽粮绝的现象 其实解欧洲能够提供的援助 就足以脱死 目前在军事上陷入泥潭 经济上千疮百孔的俄罗斯 而在欧洲扛起原污大旗 以时间换空间的阶段 美国也会权衡利弊 自我调整与修复全球政策 最终还是要接过大棒 因为这是唯一能够保证 美国持续强大繁荣的办法 这是美国的制度优势决定 在很多大问题上 尽管慢半拍 但没有迟到过 伏西或所伏 或西服所以 川普上台对乌克兰 未必就是坏事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变 就是一直在变 无论从哪个角度考量 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 都不会失败 当然 他们配得上 未来将会收获的一切 乌克兰反虚假信息中心主任 安德里·科瓦连克表示 乌军已经首次对库尔斯克地区部署的朝鲜军队进行了打击 具体位置大约在下图红点处 这是库尔斯克地区的朝鲜士兵 在和俄军士兵学习俄语 并试图简单沟通 战场上要是语言不通 也是很致命的 而更可笑的是 被派往乌克兰作战的朝鲜士兵 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了毫无限制的自由网机网络 FT中文网报道 俄军发现 现在这些北韩士兵 已经很快开始沉迷于网络上的免费色情影片 及各种外国影音 真是土包子开花呀 另一方面在俄乌前线 乌军也在为即将到来的冲突做准备 不少媒体上流传的视频都显示 乌军正像很久没有吃过饱饭的朝鲜士兵 发动美食攻势 以面包等食物为诱饵 在其中放置炸弹 再用无人机投放到俄军阵地 据韩国先驱报11月3日报道 他们获得了朝鲜在向俄罗斯派兵之前 双方达成的协议内容 除了俄罗斯给每位朝鲜士兵提供2000美元的月薪外 每年还要向朝鲜提供60万至70万吨大米 以弥补朝鲜当前出现凉荒的困境 另外就是 俄罗斯要提供先进太空技术给朝鲜 可以提升朝鲜远程运载火箭的水平 而据说最吸引金正恩的一个条件是 一旦朝鲜半岛发生南北之间的战争 俄军承诺会直接参战支援朝鲜 不过 说是2000美元月薪 这些薪资的大约90%至95%被金正恩吞掉 纳入他的个人小金库 但他们每年仍可赚取 一加200至2400美元 与朝鲜国内基层军人的所得 差距高达200倍 这就是为什么金正恩会答应 把上万名毫无平原作战经验的士兵 投入俄乌战场 这就是典型的独裁者的思维和刑事态度 派兵去俄乌战场 和什么打击法西斯 保家卫国之类的口号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这部11月6日 富俄参军的一名网名为娃娃鱼的中国雇佣军 在前线身受重伤 临死之前的留言 来吧 一条胳膊和两条腿都被干报废了 娃娃鱼的一个胳膊和两条腿都被炸坏 血流不止 而且在战场上无人救援 在这种无人救援的情况下 他将很快会陷入失血过多的昏迷状态 只见他躺在地上录视频 估计算是交代一言了 目前 这名中国人没有再上传视频 生死未卜 很可能在拍下这段视频之后 没多久就死亡了 这是生命沦落成炮灰的代价 尽管娃娃鱼至死都认为 自己无怨无悔 真正有关的是 独裁者可以获得大量 让自己继续花钉酒地的金钱 可以缓解影响政局稳定的粮食危机 和保证未来自己的权力地位不被推翻 不过 美国战争研究所指出 朝鲜军队的特遣队可能多达一万两千人 因此 如果朝鲜军队面临与俄军同样的伤亡率 最多只能填补大约10天的俄罗斯军队损失 这将因此破坏平壤 希望在战场上学习到的经验 战争研究所评估 面对这样的损失 金正恩不太可能无限期地将他的部队投入别国的战场上 这些部队最有可能的目的是代表俄罗斯参战 以便在现代战争中获得宝贵的战斗经验 韩国国情院则推测 富俄朝鲜士兵的年龄基本为20岁出头 部分士兵不到20岁 这是朝鲜首次向海外派兵作战 也是韩方了解朝军实力的一次好机会 有观察人士表示 从当前以掌握的信息来看 朝鲜军队至少存在以下四个致命的弱点 一 首批参加清乌战争的朝鲜军队1200人 来自朝军主力特战队 平均身高160公分 体重不足110斤 处于严重营养不良的亚健康状态 朝鲜一般民众及基层军人的平均月薪不到1美元 尽管精锐部队待遇较好 但营养不良及肺结核仍十分常见 二 朝军的战场指挥通讯系统 以模拟手机和高频爆化机为主 毫无保密性可言 朝军有98%都不知道数据通讯手机和智能手机为合物 三 现代战争中的AI智能系统 远红外线感应系统 人脸识别系统 夜视仪系统 无人机系统等现代化战斗系统 朝军浑然无知 完全没有概念和应对能力 四 朝军普遍文化程度 为准初中水平 绝大部分都不懂英语 法语 德语 日语 俄语 完全是一支水平仍在七十八十年代的老式军队 其军事科技 军人军事素养 远落后于海湾战争时期的伊拉克军队 朝鲜原额的军火里 质量也很是堪忧 这是俄罗斯士兵正在清理战略盟友 朝鲜提供的82毫米迫击炮弹上的油脂和锈剂 很多抗疫援助乌克兰的人认为美国像中共国的那位大撒币先生一样把钱扔给了乌克兰 其实对乌克兰的援助实际上是对美国制造业的投资 据统计迄今为止 已有512亿美元进入美国国防工业 一旦所有资金都乘付 它将超过600亿美元 国防工业供应链延伸到所有50个州 从此获利最多的前三名包括 一 阿肯色州42.5亿 二 阿拉巴马州33.1亿 三 宾夕法尼亚州28.3亿 当然 美国武器不愁卖 是愁怎么不卖给不合适的国家 如果放开了卖 谁不想要美国先进武器 而袁乌是美国的长远利益核心利益 打败普丁并去核 事关未来几十年美国的和平繁荣和强大 事关美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事关美国的战略安全利益 在俄罗斯极右派的眼中 国际地位已经衰败的俄罗斯 依旧是中国的老大哥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 依旧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大哥 而且还双双都是猛男 令人啼笑皆非 俄罗斯一个支持安全情治单位 退役人员的基金会 近日发行了2025年月历海报 封面赫然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同框画像 两人皆被呈现为精实肌肉男 背景则是莫斯科红厂建筑地标 在此封面画像中 普京身穿亦有俄罗斯军事侵略扩张主义象征 细字样的黑色紧身上衣 凸显他的肌肉线条及肌肉饱和度 比习近平的看来更具威胁性 普京的眼神和面容姿态 也被呈现为比习近平刚毅威猛 相较之下 站在普京斜后方的习近平 嘴角微微上扬 带着笑意 眼神温和 姿态较轻松 身躯则被普京遮去一大半 但难道大家不觉得满满的黑道元素吗 年历另在一月 呈现一名高大魁梧的俄罗斯古代勇士 在美国国会大厦前 把矮小猥琐的西方蚂蚁打得哇哇叫 这名蚂蚁服装上有英国 美国 波兰 欧盟和乌克兰旗帜 以及象征LGBTQ加平权的彩虹旗 俄乌战争以来 乌克兰女兵的存在 一直为外界所关注 据悉 目前乌军中的著名女战士 斯维特拉纳 已经摧毁了数十辆的俄军坦克装甲车 而BC新闻 近日采访了一位 正在前线战斗的乌克兰女兵 她就是绰号凤凰的斯维特拉纳 曾经是乌克兰家喻户晓的运动员 在她的体育生涯中 曾四获MMA的世界格斗冠军 但2022年突然发生的战争 中断了她的体育梦想 俄乌开战后 斯维特拉纳毅然决然 选择加入乌克兰军队 她现在已经是有名的 第79突击旅的无人机操作员 如今的79旅 仍在库拉霍卫一带阻击俄军 持续摧毁俄军的钢铁洪流 截至目前 斯维特拉纳共在战斗中 用无人机摧毁了数十辆的坦克装甲车 还包括直接打击俄军的步兵据点 采访中她淡淡地表示 她更珍惜这份体育之外 所获得的荣誉 因为这是在保卫她的祖国和孩子们 值得注意的是 乌克兰的女性 并没有服役入伍的义务 所以每一个身在前线的女兵 都是自愿前往的 因而也更值得尊重 而除了斯维特拉纳 现在乌军中 还有4000多名运动员 至少有487人已经遇难 牺牲在第一线 其中不乏获得奥运奖牌的世界冠军们 今年的巴黎奥运会前夕 在英国伦敦的广场上 还特意为他们树立了一座纪念碑 以展示真正的奥运精神 战争是残酷的 向每一位为保卫祖国和人民自由 而牺牲在战场上的乌克兰运动员们 致以崇高的敬意 好的 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 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 把视频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 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 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 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 要想获知最新最全面的热点战况更新 和专业军情分析 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事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